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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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Gay by NAHK 終於可以錄我自己頻道的東西了 我已經好久都沒有在錄我自己的Vlog 因為平時就是一直在拍團隊的東西 然後一直在拍一些業配接廣告拍廣告 我都沒有時間來拍我屬於我自己的東西 今天終於有這個機會 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到北部 一個拍攝團隊那邊去看一部電影的首映會 這個電影呢 為什麼我去看這個首映會呢 那是因為之前前陣子 也認識了這個拍攝團隊的一個導演 認識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緣分下 他邀請我去參與他這部微電影裡面 飾演裡面的男配角 為什麼一定要去台北 平常這邊沒有我要的工作啊 所以邀請我到他們那邊去看他們這一集 電影的首映會 那今天除了我之外我也邀請了兩位 就是我自己拍攝團隊的團員 跟我一起去看這樣的首映會 我們現在就出場了 然後再到這兩位團員呢 這個 所以 我們這個 牛奶 所以我們現在三個人要北上啦 吧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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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攝影師 踏到鼻孔 現在我們到新北市 然後真的要到後面的那間 中回那間廟去拜拜 平時就有人說 那間廟是他以前常來這邊的 然後今天既然來了 我們就要來去拜一下 這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我們現在終於到了這裡 萬華這邊 終於到了這個手音會的現場 在這個停車場這裡 我們現在三個五秒坐在這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提早到了 因為六點半進場 現在是五點半 五點二十八半 我們就先到這裡 這邊等 所以我們現在超無聊 我們要去附近找吃的 我們要去附近找吃的 這附近好像比較難找吃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找 找吃的 走 GO OK 我們大家到了 然後因為 要來之前 我有先詢問過這邊的導演 他說 因為礙於個人隱私問題 所以等下繼續不方便拍攝 那就是等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再做一個街色 蛤 街 接著拍攝 呵呵呵 對 那我們就先上去看啊 很急的朋友耶 街色 那我們現在要上樓 待會見 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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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人都好不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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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剛剛已經看完了這樣的 手音會 他在身邊這個就是 這部手音會的導演 OK 這是他的 這部戲裡面的排報 我也很感謝這位導演 跳進我來參與他的演出 我想問導演下一次 我也沒有機會可以演男主角 男主角 男主角 可以可以 但是 因為我們 會需要比較 好塑造的 好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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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 好塑造 所以導演都是以什麼樣的 那個 劇情下去擺成 比較偏 什麼樣的感覺 比較偏 什麼樣的感覺 就是偏 教育性 教育性 娛樂性就比較少 娛樂性就比較少 所以就比較沒有適合我的作品 所以就比較沒有適合我的作品 所以為什麼會 就是什麼動機 讓你想要拍這個 動機 動機 就是 因為我們有一個演員 是原住民 那我是比較 喜歡原住民的動機場 那就是跟他合作 然後 就想了一個 就是跟原住民 最直接的關係 就是 呃 城鄉的差距 這樣子 那你拍這部片拍了多久時間啊 一直到完成成品出來 大概從去年五月開始 那時候拍的時候是八月 嗯 八月開始拍 拍到九月 然後十個月的時間 四個月 對 我覺得這部片 剛剛差點讓我有點流淚 在哪一個步驟 就是在 主角就是要回家 找他爺爺那邊 當然是那邊 那邊就是有點 爺爺開始有點心酸 現在我們這個導演很酸酸 好 謝謝 期待下一次做人 好 我們現在終於結束了 今天整天的行程 那我們現在就要回去中路啦 好 那如果有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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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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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